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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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來到START OF的時間 今集的這群嘉賓 原來不經不覺都認識了很久 之前又是同公司 而且又是同年度的新人 不過原來講到音樂上的合作 真是第一次 說的是Robin還有Alex, 林德商 你好 你好 我發覺挺有淵源的 我發覺已經很久了 十年有沒有? 十年 十年 那時候覺得Alex 已經是一個很萬人迷的狀態 剛剛入公司的時候 那時候就是Carrie出新歌 他就是Carrie新歌的 MV男主角 然後就看到傳說中的他 就發覺好玩得很搞笑 傻傻的一個 你認不認同? 可能因為我第一年出道 都挺幸運 他遇過挺好的角色 是 所以可能出來的第一下 是很帥的 但其實他很視乎 對 為何呢 因為那一年其實很多新人 整排好像拍學生相 十幾個新人 對, 很多人 永遠有些記者會問他 Alex, 你做瑜伽的 做個一字馬來看看 我很記得他那天穿著 一件緊身的牛仔褲 然後一個一字馬 走在大家前面 記者就只拍他 錯了搶鏡頭 然後就覺得… 搶風 這個男人很有機心 這個男人 那一刻就覺得 什麼事 他這個故事 是我們那時候 做我們的新歌的時候 他告訴我 是 我完全忘記了 我覺得不可能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不合理 應該是有運動的活動 才會合理 誰知道幾天後 有些記憶 在應用程式上 有些記憶彈出來 又剛好Robin在那張照片裡 在後面 對, 而且那個樣子 好像很若無其事 不想看, 你看不到我 所以其實很搞笑 很多很開心的回憶 最初我聽到你們倆說 要做歌的時候 我真的挺驚訝 因為我感覺到 你們倆其實是 很不同類型的創作歌手 是 Robin, 你比較治癒系 Alex, 你就外表斯文 就是內裡都很熱情的 你覺得這樣 對, 感覺很難玩 最初球師真的要做的時候 究竟怎樣做 怎樣去編輯一首歌 Sing a songwriter 好像是有很多款式 對我來說 可能大家覺得 我應該跟哪一類型的 Sing a songwriter合作 我就偏偏不想找那些 其實最初的時候 看中了他這一點 沒有特意去做 不如我邀請他特意去做歌 但是當時很徬徨 因為我是二零年 才離開公司 沒有續約 然後想自己去做自己的音樂 那段時間 是很多事情和時間發生 疫症 還是有了寶寶 各樣 都調節了一段時間 那一段時間之後 就有優化的朋友 特別是一些 indie的朋友 然後我就會 其實你們怎樣去經營你自己的 indie的音樂路 我也想 偷偷 看你平時怎樣經營 怎樣做 我完全不懂 這麼多年都是有公司的 是… 所以我找了他聊天 喝杯咖啡,聊天 大家又很投契 最後我們一起唱歌 有時候他出了新歌 譬如當時他出了… Beef的時候 對,我真的想說Beef 是嗎 他一出Beef的時候 我看著他的音樂路 想怎樣 想怎樣 想得上你想 其實大家最初都有一些的想法 對嗎? 對 但是你看他的直播 即是你看他直播玩Beef這首歌 你又會覺得 真的棒 他這種很無所謂 和和我那種處理的作品 太多了 我覺得正正拉到一些 拉到我出我的框 很自然,很自然地 就做了這件事出來 合作 有時候玩 indie 最開心的就是可以這樣玩 就是組裝一些想不到的混合 一起 如果在一間大公司的時候 我覺得是比較困難的 因為可能他們會有不同的想法 有什麼… 商業考量 對… 所以如果計算出來 這個混合是想不到的 Sparkling Wine 這首歌曲 就拿了很多80年代 比較Retro一點的元素 比較拉丁一點的感覺 取名這個名字 有沒有什麼特別的意思 其實背後 叫Sparkling Wine 就是那天 我拿了一箱的Sparkling Wine 上來 我知道那天 我們準備錄很多東西 不如輕鬆一點 又可以一起玩一下 圍著一圈 因為很久沒玩過音樂 真的不知道彈什麼 我們唱什麼 我們看著一支Sparkling Wine 不如就這樣 叫它Sparkling Wine 因為Sparkling Wine 在我們的眼中 是代表很多很開心的事情 賽車贏冠軍 然後整個很大支酒 要周圍走 然後網球 很多很開心的畫面 可以掌握到那個感覺 在這首歌裡面 這首歌曲的曲風 也有很多靈感 源自於Alex 其實Alex 他本身是一個古代 他很喜歡聽舊歌 80年代的東西 無論是衣著或者整件事 所以其實他整件事已經在了 都有看很多80年代的參考 甚至是一些南美拉丁的音樂 都很想探望一些不同類型的東西 那個年代是很Glamorous的 就是去一些Club 要穿得很漂亮 紙醉金迷的感覺 但我是一個男生 我自己玩這個風格是不夠的 你一定要有一把很漂亮的女生聲 在那首歌裡面 才真的可以帶到那個 整個很漂亮的畫面出來 收到Robin的聲音 他真的做到那個 唱到那個感覺出來 也認識了Robin這麼久 10年 我從來沒聽過他 有唱過這一類的歌 有性感, 有風格 是一個很不同的Robin 但一般性感 他還沒習慣聽自己這樣的演繹 對他來說 也是一個挺大的挑戰 這首歌曲的曲風 對Robin來說是一個很新的上司 除了曲風之外 我覺得歌詞部分 加上演繹部分 其實也是 你要有很多勇氣 才可以唱到 因為源自有一句歌詞 《Naked in the sauna》 對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字面《Naked in the sauna》 對, 不是這樣 合理吧 對 我們踩踩踩踩踩的時候 我在唱另一句 就是《We could do the sauna》 是 《We could do the sauna》 《We could do the sauna》 然後我喝了一點點 《Sparkling White》 對 很棒 大家都是這樣 我一個女生頂著 就說 我們沒有理過她 可以這樣嗎 完全沒有理過她感受 完全沒有 隨便吧 那是歌詞都一起唱的事情 但是我一交了我的部分 然後她們就說 嗯, 我覺得是可以放在前面 那就是第一個歌詞 是你一個人唱 你唱 我就… 閉加房 我是掙扎了很久 隨便吧 我押了出來 然後我在我後悔之前 你就錄了我 這樣 最初你擔心什麼呢 是否始終都是已經結婚 又做了別人的媽媽 我不知道 我想我自己有一個小清新的後遺症 自己有一個小清新的框給自己 是 就是覺得如果我做任何事 外出小清新的框 人們就會不喜歡自己 是 我是有那個擔憂 然後最後我就覺得 其實不用想太多 是 為什麼自己… 否定自己呢 我們有沒有逼你呢 都… 小小小吧 可能… 有沒有逼你呢 真的 但是… 好害怕 這次和Robin合作 我覺得最開心是 看到他慢慢… 就是每次走前一步 可以有些新的突破 很有意義的 我覺得 看到尤其是一個藝術 她說她破壞了那些東西 為什麼會找Dear Jane的Tim 還有找Jude 曾若華去做影相 是嗎 對 都真的想找一些熟悉一點的朋友 安心一點 Dear Jane Tim 就是我們的MV導演 她也… 我很信任她 因為她本身很友善 剛好是Jude 那天有空 所以我們也很開心 我覺得做一個這麼… 外出的一個MV 找一個信任的人 是你會拍得舒服 她不知做另外一個訪問的時候 她也說 她說我給你剪 但你不能到 因為如果你到的話 整個MV就會太清潔了 對… 但我們可以讓你剪 你也不可以讓她到 否則就太壞了 可能會 會嗎 可能會… 即是吵架 Tim也聽了這首歌之後 覺得你搞什麼 就是我覺得… 不是你的事 她也覺得這件事很好玩 對… 那兩人合起來欺負我 然後就說我又要玩 你有沒有覺得尋錯人 裡面有很多80年代的造型 真的要做那件事 我其實都已經豁出去很多 例如Stylus 怎樣去修理整個Disco Look 我當作玩 為何你作為一個藝術 你明明是在做一件藝術出來 你要所有東西這麼寫實 你說的東西可能是幻想 現在的Sonna都還沒開 對吧 就是… 你又不要回到現實 很…你懂 覺得有這個空間 可以去搞笑一點 不要太認真 這個想法也是來自Tim 他找回很多80年代 那個跳Aerobics帽 那些 是 就很短… 短褲 短褲 或者一些Headband 你那條褲也不是很短 對, 就不夠短 你也覺得不夠短 對, 他也很擅長 可以捉到這個… 這個Sense 這個Sense 我身邊的人看我的MV 都會… 我都挺期待他們的反應 不知道為什麼我爸爸看了 就是這次的MV 對, 我不知道為什麼 他很快就看了 你接受不了Lam哥 看你的MV嗎 就是… 他一向… 我希望這個不是第一個 他看我的MV 我記得 那個次序是 先他問我 我看了你的MV 接著他問 那個是誰 我問Robin 然後他就 Robin和Candy的Robin 所以他認不到Robin 因為這次是真的一個 給Robin一個180度的轉變 整個風格 都很不像之前 他…我爸爸認識的Robin 但是為什麼Robin不做了 你又對, 為什麼 我啊… 那為什麼呢 對了 我伯父這樣說話 我真的要找Lam哥 大哥, 我已經做了很多特託 不是不行的 但是那天的水位 真的比想像中低 坐下去就高了 原本如果水位那麼高 也可以接受 也可以接受 他無法建造泡 本來打算建造很多泡 而且那天水很冷 你以為它是瓶子 但水很冷 對, 總之Lian 我也是… 有很多因素 令人… 你老公看了有什麼反應 這個 一定要說 一直在做這首歌 不敢讓他聽 我們做這首歌 多長時間 大半年 大半年 我都沒讓他聽過 不會好奇 Robin, 你其實 你這大半年在做什麼 他沒有問, 我就沒跟他說 平日我寫完一首歌 那天馬上就會讓他聽 但是這首歌 我遲遲沒有給他聽 只是在拍攝之前 先斬後集到一個點 然後我拍攝他的反應 他就… 聽完整首歌的時候 他又是我的理智寶寶 他就說 你在Sona裡喝Sparcling Wine 為什麼這個Sparcling Wine 不好喝? 就熱了 在報紙景說這件事 有多不合邏輯 是 然後我就開到狂笑 但沒有說不讓你做的 他沒有…他可以的 合作完畢之後 你有沒有想過 如果再有機會 去一起合作 會做些什麼 還是… 這次已經足夠了 好玩的 太玩了 我真的覺得好玩 而且如果不是跟Alex合作 是真的不會有 這方面的自己出來 對 也有探索過 是否我們繼續玩這件事 繼續讓你騙我 再挑戰你的尺度 慢慢來… 慢慢來 慢慢來 開放自己 謝謝Alex 謝謝Robin 謝謝